陈慧敏是著名的港权大佬,早年间加入过黑帮14K,也是一名著名演员,在香港电影界有说法,却有陈慧敏,脚有李小龙,各见陈慧敏厉害之处,但陈慧敏纵横一生也没想到,自己也有被威胁的一天,最后还是请赵本山出马,才成功解决了此事。 陈慧敏器物丛商,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呢?又是哪位人物,连香港大佬的面子都不给呢? 陈慧敏1944年出生在香港普通的水手家庭,家境贫苦的陈慧敏,在12岁时,跟随红拳宗师坦宗汉,学习坦家三战拳,后来还学过西洋拳击,从小在打架方面天赋过人。 中西功夫都练得十分了得,但从小家庭困难,即使练就一身武功,陈慧敏还是得从底层做起。 陈慧敏先是在帮会聚集的戏院,卖些小零食挣钱,但身受敏捷的陈慧敏被14K看中,招入帮派之中为其效力。 陈慧敏混了一段时间黑帮,但毕竟年纪尚小,还想找其他出路,于是在高中毕业后,陈慧敏去考了预警。 在监狱中,又结识了不少帮派大佬,陈慧敏可能注定要混黑帮。 每当几年警察的陈慧敏因为自己的黑帮背景,被开除离开禁局。 但因为在狱中结识的黑帮人物,陈慧敏被介绍给肥仔坤当保镖。 肥仔坤当时有不少仇家,于是出行都带着陈慧敏保护。 在一次晚上,肥仔坤带着几人去吃夜宵时,遇到仇家伏击。 随行的同伴被放倒,陈慧敏挡住刀手后,一边保护肥仔坤,一边手无寸铁的陈慧敏,抄起桌布缠住对方。 又快速出拳中击对手,独手放倒了几个打手。 此次一战后,陈慧敏在江湖中名震一方。 还扮入14K二陆元帅陈清华手下,并成为14K中最有威望的双花红棍其中之一。 但陈慧敏最厉害的地方不是14K大佬的名声,而是为国争光。 为真海外的战绩,1972年,陈慧敏代表香港参加东南亚全赛,赢得冠军扬明海外。 因此有了拳友陈慧敏,推友李小龙的说法。 而在1983年,陈慧敏已经39岁,年近40的陈慧敏,参加世界精英勃及大赛,禁用35秒,就把日本拳手孙启刚击倒在地。 那个新奇豪一上来的时候,他都采取攻势的,脚起得很高的, 但是见他拳就打得好像不是太硬,但他脚就比较打得好一点, 见他拳好像不是太直,而且陈慧敏也挡得相当之好, 手就抵得很高,而且他一脚起过的时候,一挡,第二脚又挡,第三。 自等身受非凡的人才,自然被日本山口组看中, 曾慧敏成为山口组,在港澳地区守卫华人组长, 但陈慧敏的风头如此之盛,自然让对家心有不满。 新疑安的总教席苏龙首当其冲,多次挑衅陈慧敏, 想与他一决高价,直到两人在酒吧相遇, 矛盾重重的两人,大战瞬间爆发, 两人缠斗在一起,挥动拳头,大的对方头破血流, 恨不得打个你死我活,陈慧敏的妻子在一旁十分着急, 劝不动两人,只好上前拉架,结果在混乱中, 已经怀孕的陈慧敏妻子被踹到流产, 之后陈慧敏对苏龙怀恨在心,多次报复对方, 来来去去争斗很长一段时间, 还是向华言出面调停才结束, 后来陈慧敏因为藏匿枪支被警方搜查出来, 陈慧敏妻子为他顶罪,让陈慧敏逃过牢狱之灾, 但这次的事情也让陈慧敏明白,混江湖不是长久之道, 容易连累佳人,于是陈慧敏把事业重心转移到电影上, 当年的陈慧敏获得全赛冠军后, 就被电影导演看中出演了《血爱》, 此后的陈慧敏虽然多次出演电影与电视剧角色, 但彼时还没有从黑道中抽身, 在戏中出演也多为配角, 直到83年打败日本拳手, 冬年又获得金香奖提名, 这是陈慧敏最风光的时候, 陈慧敏的演技获得认可后, 香港迎来黑帮电影热潮, 陈慧敏投入热情到电影中, 与周润发合作后, 还出演了《古惑仔》系列电影, 香港发达的电影行业给了陈慧敏成长的机会, 但在黑帮电影热潮过去后, 帮派势力也没了以前的辉煌, 2000年过后, 陈慧敏来到内地发展, 但事业高峰期已过, 只能在内地电视剧中打打酱油, 但陈慧敏早年间帮过香港不少明星, 李连杰经纪人被杀, 刘嘉玲被绑架, 据说都是陈慧敏出面解决的, 甚至还帮刘德华挡过枪, 但当初陈慧敏帮过的人, 都成了数一数二的大明星, 陈慧敏也没有嫌图报, 让老朋友帮自己找戏拍, 而是用手头的积蓄, 在2008年经济低迷时, 和朋友收购澳洲酒庄, 做起了红酒生意, 陈慧敏和梁晓龙是好朋友, 最开始是两人一起合作, 梁晧敏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提起周星驰电影中的火云邪神, 大家可能就有印象了, 梁晧敏还因为爱国言论, 遭到台湾上的封杀, 但梁晧敏也从未因此后悔过, 陈慧敏和梁晧敏都没什么戏拍后, 索性一起做红酒生意, 也省了一些奔波, 而香港导演兼红酒商人黄特平, 也想跟两人一起合作, 三人借助以前的影响力一起宣传红酒, 其中主要是为黄特平的红酒宣传, 而黄特平给两人分红, 在2015年, 三人想把事业扩张, 来东北地界继续做红酒生意, 于是陈慧敏和黄特平 一起参加大连的国际啤酒节, 但到达大连后, 据悉, 陈慧敏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自称林海芳的人在电话中说道, 东北的红酒生意是我黄海芳的, 你做不了, 这里不是香港, 想做红酒生意, 要我点头才行, 陈慧敏接到这个警告电话, 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显然东北的势力比他想象的复杂, 而黄海芳是大连红酒圈出名人物, 还曾在香港加持德拍卖会上, 以24万价格拍下三瓶, 香港前郑务司司长唐英年收藏的高端红酒, 因此被港媒报道为内地神秘富豪, 此外他还是大连河南商会副会长, 因此说大连做红酒生意, 要经过他同意, 这个说法也并不夸张, 而生意要做, 但两方都是同行竞争对手, 显然要得到同意是比较困难的, 要想成功, 只能找一个人, 就是赵本山, 赵本山要是很出面, 问题自然引人而解, 但陈慧敏并不认识赵本山, 黄特平也跟赵本山不熟, 好在转机出现, 2018年6月, 陈慧敏参演小沈阳导演的电影《梦虫过江》, 顺利认识了赵本山徒弟小沈阳, 而当时赵本山未迫不合传言, 还为小沈阳站台宣传过电影, 没过多久, 在同年的12月份, 借助小沈阳这层关系, 还有黄特平的穿针影线, 陈慧敏,梁小龙和黄特平三人, 去往大帅府附近, 参加赵本山举办的晚宴, 几人喝着红酒相互交谈, 看起来一团和气, 有了赵本山出马, 三人的红酒也有机会, 进入东北市场了, 但好情不长, 受到疫情影响, 红酒生意不好做, 从2020年后半年开始, 黄特平开始扣发陈慧敏薪水, 甚至黄特平的百里达公司上市, 股东名字中也没有陈慧敏,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闹掰, 此前陈慧敏被爆出, 患上肺癌, 好在经过医院治疗已经好转, 还现身好兄弟吴志雄参馆称场, 身边还有妻子吴国英相伴, 有儿有女还有妻子陪伴, 也算人生圆满,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